哈喽大家好我是BB姐 这期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朋友圈如何发高清小视频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一直都非常关心和关注的事情 所以这一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上个星期我们在朋友圈发起了一波征集 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被朋友圈压坏的小视频和原片分享给我们 作为测试的样片 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感谢发来素材和留言提建议的一些朋友们 我们把收到的样片进行了分析和测试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这里要说在前面的是我们并没有找到能够大幅提升画质 并且安全可行的方法 在没有借助外部工具的前提下 我们并没有合适的方法可以绕开微信的压制 但是呢我总结了一些小技巧 至少让你可以避免踩坑 让你的小视频的画质保持在合理的水准之内 这里呢需要简单的说一下 视频的画质呢主要受分辨率码率和编码格式的影像 所以除了肉眼观察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这几项的参数来判断 分辨率是指视频的画面尺寸 码率则是代表每秒的信息量 所以分辨率和时长不变的前提下 高码率比低码率的画质要好 比如都是1080p的分辨率 你分别用100兆的码率和60兆的码率进行拍摄 100兆比60兆的信息更多 相对的细节也就保留的越好 画质呢也就越细腻 因此呢接下来我们也会以码率作为评价画质的主要参数 我在测试的过程中呢找到了腾讯的音视频技术分享文章 发现呢腾讯的视频码率优化非常的智能 它会根据你的内容 场景 观众的兴趣点 甚至你的播放窗口大小进行调整 而如果你是在手机上播放的 那么影响画质的重要因素还有你的手机性能 手机看视频的时候有一个解码的过程 即码呢分为软件和硬解两种方式 那么其中硬解呢就主要看你的手机性能 具体大家可以暂停看截图文字的分析 截图里面说的是QQ空间的技术 我对朋友圈也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测试 同一个视频我用iPhone7上传 然后分别在iPhone5s iPhone7小米6华为P20进行查看对比 可以看到同样是由iPhone7上传在不同机型下载回本定后视频信息并不完全一样 而同一个视频在不同的手机上传画质也差异明显 iPhone5s由于是比较旧画质对比不如其款比较新的机型 所以我的第一个测试体验就是高性能高配置的手机 可以让你上传的小视频和看到的画质更佳 我测试和对比的样本不是很多仅供参考 大家呢可以拿自己身边的手机来对比一下看看 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你的画面内容 在我们上次所发的征集信息中 有个小伙伴的留言就提到他从不同画面内容感受到的差异 这里要说的是这些感受是对的 你的画面信息越多越复杂 就需要越高的码率去承载这些信息 但是朋友圈码率是有一个上限的 你的信息多了 码率就不够分 就会损失掉很多信息 损失信息也意味着丢失画面细节和色彩 最终呈现给你的视觉观感就是画质变差了 像树林建筑群这些细节丰富的画面 一旦锐度不够 涂抹感就非常明显 除此以外 调点多的画面 高速移动的画面都容易被压糊 所以这里有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小技巧 如果你的小视频上传朋友圈之后 画面有一些崩坏严重 那么你可以考虑换掉这些画面 或者干脆避免选用这类型的画面 如果你的元素材本身就已经画质不佳 最好也是避免发朋友圈 否则画质只会更糟糕 那么避开以上这些影响画质的因素以后 要怎么样进一步提升视频的画质呢 有本司朋友提到 他是把小视频保存到本地 然后看他的参数 根据这个参数去渲染小视频 然后再发到朋友圈 但是你看 就算买率这么低 也无法避免被二次压制 所以说主动压缩视频 对于发朋友圈提升画质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所以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正确的渲染缠输 尽量保证原片的高清画质 我建议可以这样去设置 如果你是在PR中剪辑 那么新建序列的时候 就按照这个截图进行设置 然后再按照这张图进行渲染输出 这样上传朋友圈之后 基本上就可以得到比较高的码率 那么画质也都是基本OK的 如果你是在File Cut中剪辑 那么新建时选择1080p HD 渲染时如图设置即可 同时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就是电脑处女过的视频 要怎么传输到手机上呢 通过这次的征集调查 我发现还是有挺多人选择 用微信的文件传输助手 来传视频的 但是这样的传输 本身就会压缩一波画质 你上传到朋友圈之后 被压缝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因此建议各位采用无损的传输方式 iPhone可以使用AirDraw 或者是iTunes和布达手机 Android可以使用自带的传输软件 Handshake App或者是数据线 以上是我这些天经过一些测验 得出来的小小结论 并非专业的技术分析 仅供大家参考 希望呢 对各位有一些微小的帮助 当然如果有谬误的地方 希望大家留言 跟我们讨论 并进行指正哦 那么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BB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